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你也不要憂愁就是了 因為他不知道去哪裡 他說可生人間善處 說你可以脫胎到人間去 那麼快得善利安處善利 因為他不可能往上升 他已經是往下掉 那麼 除非他前生 前生有造重大的惡異 他也會鬥三二道 會鬥出生道會鬥鬼道也有可能 但很少很少 那 就是 並不是說天人他一定是在人間 不一定喔 他也有可能鬥鬼道鬥出生道 那 因為他在生天以前所造的惡異成熟 那有一些人就是大善大惡 很難說 那有一些人如果三次做錯他惡很少 所以這些惡異不會讓他鬥三二道 所以大部分的天人都會 鬥到人間 那多到人間 也有很多種情況 那因為升到天上不是只有佛教徒 其他的宗教也都很多升天 其他的宗教也都升天 也很多都升天 甚至你不信宗教的 你即使不信宗教 你善業做夠的 你仍然會升天 就算你是不信的 什麼都不信的 但是你個性 不失啊 因為即使是不信宗教的人 他也很會做善事喔 他是一個好人喔 發善心喔我會幫助別人啊 那麼這種人也會升天 宗教只是告訴你正確的 升天方法 佛教其他的宗教他也告訴他 升天的方法 那這些是天子鼓勵另外那個要 五衰相見要死的天子 跟他說可生人間善處 就是說你不用擔心 那麼你現在 你現在要要這個心裡面要發願 我要升到正健將 可生人間善處 那什麼叫做人間善處 那為什麼他叫做快得善利安處善業 他重點就是你升到這個地方 你會有這樣的利益 那你要去造這樣的 要去做這樣的事情 做這樣的事情你會得到 因為你安處善業 因為你在升到人間這個善處 善處就是這裡 升正健將 那麼你會有這樣的利益 那麼你會造作這樣的 你去可以做這些事 得到這樣的利益 所以叫做善處 就是你升到你這個因緣 升到這個地方 那麼你去可以做這樣的事 那你去會做這樣的事 是因為你還沒去之前 你就有這個願 你還沒去之前你就有這個願 就好像我們考進大學 我們還沒進大學讀書之前 我們為什麼要去考大學 因為我們要去讀書增加知識的啊 你先有那個願 然後 然後積取那一些資料 你要去考試嗎 那你要去讀書 然後進那個大學 那得到你所想要得到的知識 或是學歷 那麼或是證明 那麼未來你可以依這個大學畢業 那麼你找工作 或是你要創業怎麼樣都可以 一樣嘛 那你為什麼要去到那個地方 因為我要去做那些事 為什麼要做那些事 因為那些事可以提升我的生命 可以讓我離苦得樂 那重點就是這個意思啊 好 那麼這個可生人間善處 是那個天子 告訴那個要死的天子 說的啊你不用擔心 你不要仇憂 你不要害怕 啊其實你可以發現 啊生到 你你生到人間的善處 那麼你很快 得到的利益 你所得到的利益 比你在天上所得到的利益 還多 還好 還舒盛 天上是很舒盛的 但是天上的舒盛 不如還不急 因為你現在沒辦法在天上 你所向那些無欲樂都要失去了 但是你不用害怕 你趕快現在心裡面想著 你要升到這個人間的政見家 那你看他他基本上是這樣 什麼叫做快得善利 第一個升政見家 這個是很重要的 就是啊你記得啊 那麼依你的善業 那麼你決定可以來再來做人 那麼做人也有分好幾等 那當然要做好人 那好人也有好幾種 當然要做這個比較有正見的 有智慧的好人 那你要發言我要做一個有智慧的 善人好人 那麼智慧從哪裡來 當然從三寶來 佛法告訴你這是正確的 無物的 那麼所以你應該要發願 生到有佛法的家庭 有正見的家庭裡面 那麼繼續修行 來人間修行 那麼 所以這一些你不用擔心 啊 因為你的願 因為你的善業 因為你的願 那麼你自然而然 因為你的善業具足了 啊因為你又 啊你教育子女 那你帶人又很好 你只要把他 我一般會去跟人家 開示或是講的話 我會先問 你爸爸 你媽媽 你爺爺 你奶奶不管啊 就是說他第一個 他是不是佛教徒 有沒有受過戒 有沒有受過戒 那有做過些什麼 他平常有沒有沒有聳監 有沒有念佛 有沒有什麼心願 就要先問清楚 等一下才好講啊 對不對 你都不知不知道 你就大家不管你信不信 不管你要不要 都勸他念佛 王根進土 拜託這個沒有什麼效啦 我告訴你整個 效用不大 我都會先問 我都會先問 第一個他叫什麼名字 然後幾歲 然後他一命中的 就是說 有些事還沒死 有些事已經死了 就要問清楚 問清楚 他生病是生多久 生什麼病 他會不會害怕 你就去問 然後他一生有做些什麼好事 要找他的殖民來問 或是跟他住在一起的人來問 他比較清楚 我媽媽 對人怎麼樣 我們爸爸對人怎麼樣 你要先記起來 然後等一下就要講這些 就要講他好的部分 他這一生啊 教育殖民 他有幾個殖民 有沒有成就 那你一定要講好的 不好的都不要講 不好的都不要講 因為那個時候 他會想起那個不好的 當時的信念很重要 盡量給他光明 盡量給他希望 然後就告訴他 就告訴他 我都是要先問 你如果要叫我去 我都要先問 然後我們講 你如果要叫他 我們就說叫他 就親切的跟他說沒關係 就當作他還在 就跟他講 就不要當他死了 因為死只是換另外一種型態而已 死只是換另外一種型態跟你見面 他見得到你 你見不到他而已 只是這樣而已 你不要當作他好像是 變成另外一個人 沒有他還是那個人 他還是那個人 還是那個人 還是往生前那個狀況 他往生前是怎麼樣 他現在大概就怎麼樣 只是你現在要改變他 因為他要去坐火車 他要坐哪一班車 還不知道 但是大概知道 是哪個時段的哪些車 但是具體要坐哪一班車 還不知道 而且他的行李裡面 到底裝什麼東西 他自己知道 但我們也不太知道 但有些你知道 但是你可以給他加一些東西 就給他辦手禮 就好像要月台送 要去月台送行一樣 那他要坐哪一班車 很多班車都可以到 但是可能地點不太一樣 時間不太一樣 那你要告訴他 你要給他一個明確的方向 你記得 要坐幾點幾分的那一班車 你要送他一些路上用的 這個就是我們去註念的意義 真的 那每一個人 要死之前 就好像到一個車站 一輛一樣的車 有些車是你上不去的 因為你的車票 你的車票 你坐的是普通坐 人家那個是比較好的 或是比較高級的車 你那個車票不符合 但是你這個車票可以做很多班 這個時候你要做哪一班 就要看你 這個時候你就要給他建議 註念這個時候最好用 那你要提升他的信線 所以通常我都會這樣 都會問清楚 然後不斷就是盡量收集他 他幫助過別人的 然後當然也要稍微知道 他做過什麼不好 因為不小心會講到 或是怎麼樣 我們要稍微知道 然後他 他這個往生之前 他有沒有什麼願望 或是怨恨 或是一直掛愛什麼東西 那他最掛愛的東西 比如說他很擔心 他很擔心他的孫子 他很擔心他的兒子 那你一定要跟他講 你不用擔心 你的兒子說他自己會照顧自己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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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要跟他講這些 一般就是 第一個 讓他放下該放下的 第二個 讓他提起該提起的 這兩個原則嘛 放下該放下的 那麼 但是有一些東西 你知道他 你要知道他的禁忌在哪裡 不要提 比如說他很恨他的那個兒子 你就不要聽了 你要不要提他兒子 他一講到他那個 他那個心就起來了 不要 就當作沒有 那這個時候 你沒有辦法化解那個原則 你不要說這個時候解緣解 解不了 你這個時候只要替他的善怨就好 然後 讓他的善的力量越來越大 讓他的心越來越有力量 這樣就可以 就是一個原則 那麼很簡單 也不困難 那如果他是自己 信心戀愛 往生集結世界的 你也不要勸他不要往生 你就 你就告訴他往生就好了 所以你依你這個 依你這個條件 依你這個願望 有信 有願 那麼你一定可以往生 不管他最後有沒有往生 你總是祝他一輩之一而已 如果他有怨 那麼你就 如果他自己有怨 那麼你就依他的怨 如果他沒有怨 你就給他一個方向 如果他自己有方向 你這個時候你只要改變他 他也 他 就是也不容易 他也改變不了 如果他的怨很堅定喔 那如果他不堅定 或是說他自己也 猶豫不堅定 或不知道 那這個時候 你才給他一個方向 告訴他 你可以往那邊走 你像這個天子 他要死了 他也不知道要死到哪裡去啊 對不對 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害怕 你 你趕快發這個怨 伸到人間去 你趕快發怨 要生到有政見的家 有佛法的家 家庭 因為他會教你 你要行善業啦 做善事啦 這些 但是他他具體是這樣喔 你看喔 他所謂的快 安處善業 因為你照這個善處 你可以安處善業 快得善利 所以他叫做善處 那什麼叫做 第一個是生政見家 要政見喔 邪見 或是邊地 那就沒辦法啦 但是如果你有善根 你有善根 你也不怕 但是善根 基本上你就會跟佛法相驗 那麼 生政見家 以善知識存世 就是你周圍的人 你周圍的人 都是有政見的 都是有政見的 那麼這個就是善知識 以如來法中 德性根 最重要就是要學佛 要信佛 就是說 你要生到有政見的家庭裡面去 生到有佛法的家庭 你要發怨 發怨就自然的可以喔 你不知道要生到哪一家 你不知道 但是你發怨 這個心 這個心自然會有那個緣 緣從哪裡來 緣從願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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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他沒有學果 你要告訴他 那麼你未來 你要生到有佛法的家庭 那麼就是有佛法正見的家庭裡面 那麼對於你生生世世 都是有一個很好的影響 那麼緣從願 願就是堅定不移的心 堅定不移的心 那你有這個 你有這個願 我願生政見之家 那麼他就有很大的機會 會讓你生到政見之家 有佛法的家庭裡面 就會這樣 然後你從小就會接受佛法的教育 那麼在這種有政見家庭裡面 那麼熏喜慈悲智慧 那麼你比較沒有惡元 那要看你的惡業 看你過去生的 那你如果在天上 那當然惡業不多 沒有 那前一生要看前一生的 那如果是人間的 多少會有惡業跟惡元 多少會有惡業跟惡元 那麼但是你因為在生在政見家 你比較能夠容易度過 比較容易度過 這一些惡業 產生來的困境 比較容易 因為你旁邊的都是善知識 你會遇到困境 看個人的業 但是這些困境很容易 很容易超越 所以為什麼要生在政見家就是這樣 那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 這個叫做快得善利 那麼最重要是得信根 你看相信佛法 信就是什麼 你相信佛法 那麼安處善業 之後如來中得信根 那如來中得信根之後 信根做什麼用 你說相信佛法就好嗎 不是 單單相信佛法 只有信根而已 還不行 應該 那麼未來 你看他他鼓勵那個天子 鼓勵那個天子 生到人間 有政見的家庭 那麼政見生的話 他就怎樣 他會精進修行 出家修行 替除虛法 因為他得信根之後 那個信的力量深 替族虛法以信堅固 出家學到 開始學到 當然在家也可以學到 在家也可以學到 但出家學到 比較專階 比較有力量 那麼在家學到也沒關係 但是他是鼓勵他 你 這個是剛剛告訴他的喔 這個是佛陀講的 什麼叫做快得善利 什麼叫安處善利 那這是天人鼓勵那個天子 那這天子鼓勵他的天子啊 比語學到 你看他就第一個 第一個是生政見家 以善知識從事 那麼因為生政見家 以善知識從事 這政見家裡面的都是善知識 那麼你就能夠 因為政見都是善知識 那麼你一定都是學佛的人嘛 學佛的人對佛法就產生 很堅固的信仰 那麼這個堅固的信仰有什麼好處 那麼不管你在家出家 不管你在家出家 你都會增長 你都會學到 你都會休閒 那麼因為休閒 學到 借信聚集 就慈借 諸根不缺 信禁念定慧 那麼飲食之主 很念驚醒 那麼當然 一般來講 諸根不缺才能夠 一般講五根 那不缺 就是都很靈敏 那麼也不會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那麼 根的話 那麼從 從佛法裡面來講 是五根五立 信禁念定位 信根 那麼底下是什麼 禁念定位 這個叫善根 這個叫善根 善根具足 一般諸根不缺 就是善根具足 善根具足 那善根是信禁念定位 那從出家來講 當然你是五根 五根裡面也不缺 缺也不能出家 那他主要是 主要是信禁念定位 善根有兩種 一種就是信禁念定位 那一般來講 也指正見 正見具足 他也是善根 就是相信佛法 正見相信佛法 像提伯達多 出家那麼多年 最後斷善根 斷善根 斷善根是什麼 從此不信佛法 這個叫斷善根 不相信嘛 不然他出家那麼多年 又得過神通耶 他曾經 他曾經有神通過耶 他在佛陀底下 修行那麼多年 後來為什麼會斷善根 斷善根的意思就是 他不再相信佛法 那麼善根最初的就是相信 信禁念定位 其實是這樣 那麼隱食之主 很念經血 就是有正念 就是常常 常常在施為佛法 那麼最後可以怎麼樣 得解脫 得三達明 三達明就是得解脫 三明 得解脫 得無肉 那麼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 快得三立 安除三月 那如果說 比一般我們 一般我們 一般我們 比如說有長 長輩 要往生 那當然 我們也要了解 先了解 如果是我們自己的親人 我們就知道 你要先想一下 把他的那個 把他一生做的善事 即使是很小的善事 比如說 人家常常困苦 他會幫忙 那 他不跟人家計較 那 就算 人家沒有醬油 他都會主動拿過去 我告訴你不要敢 這些小小的善事 都表示他的善心 那麼你都要提醒他 那那那那那 那 越多越好 當然也不要講得太多 就重點 如果他不多 就很小的都要講 如果很多 就講重點 那麼 先提起他的善心 哇 然後他殖民有成就的 每一個都講 然後他一生 刻苦啦 耐勞啦 反正這些 都都告訴他 就是在 在別人面前稱讚他 也在他面前 看他自己面前 你不要當他不見 他就當他 就當他就在你前面 像我去講過是這樣 你就當他就在你前面 雖然你看不見他 但是我知道 他就在我前面 那你也不會當他死了 他們所謂的死 不過換另外一個形態而已 所謂的死 是換另外一種形態 只是這樣而已 沒有真正的死 死生是連續的嘛 天上的人死了 人間的人生了 人間的人死了 天上的人生了 他同時 死了馬上就變成 其實是 其實是同時存在的 所以 就是說 這邊人死了 那麼下一刻 天上的人就生了 天上的人剛死 像這個天子剛死 人間的人 天上的人在那邊哭 人間的人就 哇 喜得靈兒 就開始 沒有多久就 就歡喜啦 啊生出來了 你看 那這個佛經也有記載 那麼我們 我們基本上不要 第一個 不要把他當成死人 他是 他也是活人 只是他另外一種形態 活著而已 但他現在 他現在要從這個地方 轉到那個地方 從這種形態 轉到另外一種形態 那你告訴他 那麼 你就好像 他現在在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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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車 那麼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做哪一班 或是他的車票 不知道買哪一種車票 因為 但是 因為他還不知道去哪裡 他也不知道 他可以去哪裡 通常是這樣 但是如果是 一般玩活地子 我們就 很多人就已經 時間還沒到 他票訂好了 他很肯定他要去哪裡 那這個就 這個就另當別論 那如果不知道的話 你就要鼓勵他 就告訴他 你現在有多少錢 可以賣什麼票 就是說 你現在 你做了些什麼善事 當然我們就說 這兩個原則 很好記 一個就是 放下該放下的 你現在 人間的壽命已經盡了 你人間的任務 已經圓滿了 你就人間 你這一生 當然你要感性一點 也跟他講 你從幾歲到幾歲 你可以這樣跟他講 跟他提醒五場的觀念 就是說 人就是這樣 這樣就是一輩子 你想想 你剛出生 董事的時候幾歲 那現在怎樣 經歷過什麼 經歷過什麼 現在一看 這個生命 就要換成另外一個型態 就是說 你的壽命盡了 就表示 你來人間修行 這個任務圓滿了 你要進入另外一個階段 那麼所以 你現在 你現在是一個關鍵期 那不管 你還有多少願望沒完成 因為這個身體本身 他就是無產 他會毀壞的 那麼 你可以換一個更好的身體 來做你一直在做的事 你可以再 因為再來就是換另外一個身體了 那要走一定是病 或是怎麼樣 或是意外 反正就這些 不管 不管他是怎麼走的 那麼基本上 那這個身體都是毀壞的 那麼你現在已經是 已經是 進入另外一個階段 那麼 這是一種 這也是好事 這不是壞事 就好像房子不能住了 你再放一個房子 那麼繼續 再休息 所以 你現在要記得 現在是你的關鍵期 那你要去哪 因為你一旦決定了坐上那輛車 那麼 你就不能中途跳車喔 你沒辦法啦 你已經投胎做人 今天到哪裡 你不能說 那這個我不歡喜 再重來一次沒辦法 要等到這個壽命禁 才能再換喔 所以 這現在是關鍵期 所以我都會提醒 現在是你的關鍵期 那你有可能 只有一天的選擇 那最好在還沒走的時候 就要講 那走的時候 有可能 看他的葉 一般人的葉 如果種的話 他很可能 這邊死那邊就生了 那邊就生了 真的沒有中醫生的階段 那麼中醫生的階段 是散熱葉不定 那這種人其實老實說 沒有那麼多 散熱葉差不多差不多 這種老實講 沒那麼多 所以 如果已經死了 當然也可以講 但是我們不知道 但是還沒死之前 還沒死之前 都沒有決定 已經死了 大部分都決定了 但是有少部分還沒決定 但是如果人家 就是你要去註念 或你要你講 當然還是講 就是還是鼓勵 那麼 就是跟他說 基本上就是說 現在是你的關鍵期 當然我們就前面講 你要先了解整個狀況 這個人的所有狀況 如果你是你自己的家人 那就比較容易 因為你都了解 如果不是 那你要了解整個狀況 你才好說 然後說了之後 反正就說他的事 那麼 你要告訴他 現在是你的關鍵期 因為 那麼 人 投胎到哪裡 依他的業 那你這一生造了那麼多善業 那麼我可以肯定 那麼依你的善業 你可以生到好的地方 那什麼叫做好的地方 就像這裡講的嘛 你可以生到好的地方 那麼 從佛法上來講 好的地方就是人跟天 那人中好的地方就是 有政見 有學佛法的地方 這個是好地方 那麼依你的 那麼天上雖然也好 生到天上雖然 做命也長 那麼福報也大 但是天上 只是想福報 想完了 就會掉下來 那麼所以生到人間最好 那麼人間裡面 你所謂 就你所看到的 也不是都是好 那麼多人 很多人過不好啊 就你所看到的 也不都是好 你這一生也可能過得 有一點辛苦 或是幸福啊 不管 你就看他啦 就是看他是怎麼狀態 就怎麼講什麼話 那麼 但是 那麼 如果我們生在 有正 一開始我們就知道學佛 我們的父母都知道學佛 都依著佛法來講 那肯定是好的 那麼這一家人肯定都是過著幸福 平安的日子 那麼在幸福平安中 不斷又增長智慧 那麼 生命是無產的 那麼 這個人的輪迴 人的輪迴是無限的 但是 如果我們生在有正見的家庭 學習佛法 那麼我們的苦是有限的 就是有終止的一天 那麼我們在我們的苦還沒終止之前 我們不斷的保持這個人生 那麼這個必須要我們自己有造這個善業 那跟佛法有這個善業 源從哪裡來 源從你的發願來 那麼你這一生 假設他已經學佛了 你就跟他講他跟佛法的因緣 怎樣怎樣怎樣都好 你就開始講 如果沒有 那你就跟他講 那麼 源從願來 那麼 你現在發願 你就跟佛法有緣 雖然你也很少去試驗 假設他沒有 你就跟他 雖然你很少去試驗 但是你現在有這個願 你就跟佛法有緣 那所以 你為什麼 假設 你是 你是來跟他講 或是你是他的子女 那麼 雖然你 你不太相信 但是 你 我是你的女兒 或是我是你的誰 不是 清楚嗎 那麼我那麼相信佛 你跟我有緣 那我跟佛有緣 那你就肯定跟佛有緣 對不對 那這種東西是這樣子的嘛 所以你就慢慢慢慢提升他 是喔 對啊 慢慢慢慢 他就開始也相信佛法 那麼 也發願要生到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就是什麼 人間 有佛法的地方 有正見的家庭 那你記得 你記得就是 你其裡面要有這個願 那麼 依我的 依你的善願 你決定可以生到人間 有佛法的地方 那麼 有正見的家庭裡面 那你心裡面要有這個願 那麼這個願 就自然而然 會帶你到 有正見的家庭上 那麼 你會再重新再來做 有一個很健康的身體 有一個很健康的心 有一個很健康的心 有智慧 有慈悲的 那麼 慢慢慢慢提升你生命的品質 反正就是 你可以自己擬一個搞 然後慢慢跟他講 那麼 看時間長短 通常我會看時間長短 你大概 現在是什麼狀態 然後 我盡量收集很多的資料 就是說 你要告訴我 這個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 知道了之後 稍微想一下 大概 大概就這樣 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放下 就是放下他要放下 比如說他擔心什麼 他之前有沒有在擔心的 或是 他埋怨些什麼 這個都稍微要知道一下 那麼 能夠叫他放下 都盡量放下 而且一定要告訴他 五場的道理 因為生命是不斷在演化的 你想一想 你從你10歲 20歲 30歲 50歲 到現在你70歲 80歲 生命要終結了 那麼我們 這不是第一次 我們已經幾百次幾千次都是這樣了 都是這樣 但是 在 在這麼多次裡面 這麼多次裡面 我們 也得到了 就是 增長了 不斷的增長我們的智慧 那麼 我們漸漸的 漸漸的 那麼 越來越懂事 越來越知道道理 那麼 生命是無常的 那本身就是無常 那所以 你現在的任務已經圓滿了 你有什麼子女什麼什麼 就跟他講 講他講他的偉大 他的貢獻 然後他的善業 一般就是讓他 念佛念法念生 念師念見念天 念天就是 讓他生起那個善法 就是他做的善事 當然有一些也鼓勵他升天 但是 從這個諸佛接觸人間來講 鼓勵他再來做人 修學佛法 那麼 當然 最重要是生在政見家 那麼生在政見家 比較有很大的可能會出家 父母都對佛法有非常的正信 非常的正面 他比較會鼓勵他的子女 要這樣 但是他不會強迫 一般是這樣 大概啦 但是 如果我們要看個人不同的狀況 那你就是稍微要怎麼講 怎麼講其實也很難說 其實我也沒有特定的講稿 但是我去了我就會講 他基本上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基本上 但是如果他發願要生 要師佛淨土 阿彌陀佛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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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也鼓勵他 你也鼓勵他 你不要跟他講你不要去 你不能去 不能這樣講 你要鼓勵他 你要給他信心 你永遠要給他信心 給他希望 給他方向 這個是一個原則啦 那麼這個人缺少什麼 那你就給他什麼 這個人需要什麼 你給他什麼 最主要是這樣 好 那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天子要往生 因為他 這個金講的不多 就是 他說 他告訴他 金 這個可生 就是告訴他 你可以生到人間 他是一個好地方 他是一個好地方 那要生在政見家 最重要要生在政見家 那這裡講 他說 諸佛是間 皆出人間 非由天而得 我們說等見間 這個 這本經 他裡面大概就講這些內容 這是說 佛是人間的正覺者 不在天上 天上沒有覺者 有都是神 犯天上帝 天主 與他們的死者 好 那天上有沒有覺者呢 還是有的 但不是佛啦 我們說 因為 舉個例來講 如果 依大聖的說法來講 那麼 天上並不是都沒有覺者 我們說 我們說覺者是 覺悟的人 那麼覺悟的人又有分層次 出國二國三國四國 比如說來講 比如說天上 天基本上分欲界色界 他指的是佛啦 他這裡說的是佛 但是如果覺者是覺悟真理的人 那麼出國二國三國 都是 覺者 但是他們不是完全的覺啦 欲界色界 無色界 從欲界來講 那麼 有六天 六天裡面 這個叫四王天 刀立天 驗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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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這個 多帥天 化樂天 他化自在天 化樂天 他化自在天 他化自在天 好 假設是這樣 好 那麼 社界 社界有 十九天 那基本上是出產 二產 三產 出產 二產 三產 四產 那出產主要是大半天 那麼 四產裡面 四產裡面 有九天 那麼 最主要是後面有五步環天 五步環天 那麼 出國二國 出國二國的聖者 很可能會升到這些天 那麼 很多都在道立天 因為他 人天七次往返 人天七次往返 他做人生天 人之後會升天 除非他發願 要不然他會 依他的善樂 他會升天 那天下來他又會做人 他不會做三二道 他就是人天 人天 出國人天 人天七次往返 那麼多數是在道立天 但也有可能是到 燕摩天 多帥天 化樂天 他化自在天 也有可能 那麼多帥天是彌勒菩薩在的地方 他裡面也有 也有聖者 也有 那彌勒菩薩本身就在多帥天 要成果以前的聖者 一生補菩薩 他就在多帥天 所以你說有沒有抉擇 還是有 但是他這裡說的抉擇是指佛 佛 佛陀 佛陀 天上沒有 不在天上成果 在人間成果 但是 有聖者 有聖者 就是他 有 就是我們說 這 這不是完全覺悟的人 他是 他是部分覺悟的 出國二國三國 還沒有完全 那麼 世國裡面 這五不還天 無反無樂 善獻善獻 無反無樂 無反天 無樂天 善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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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社舊禁天 善獻 善獻 跟社舊禁 這五不還天 這五不還天 是聖者 三果的聖者 住的 他會升到這五不還天去 無色戒就沒有 無色戒就沒有 無色戒沒有 是有聖者的 有 但是 這個 主要 是沒有果 但是 還是有聖者 那麼有說 大犯天也是三果的 有這麼一個說法 那麼 道立天主好像 有沒有正果不知道 但是 就是道立天主有不斷在喚人 大犯天主也會喚人 因為時間到就喚人了 兩千年三千年 一萬年兩萬年 時間到就喚人了 他也會生死 一萬有生死 那是 覺者還是有 覺者 就是說 不是佛陀的那種覺者 那所以 但是 這裡講的是佛陀 就是 這個 這個 天上沒有覺者 那 從 從覺者 覺悟真理來講 就是 沒有完全覺悟的 沒有像佛陀這種覺者 是沒有 但是 也有什麼 也有出國 二國三國的 天上是有的 因為他都生到五不環天 像 三國的聖者在五不環天 就在五不環天 什麼 正涅槃啊 路涅槃啊 那麼 很多佛弟子出國二國的 都到 都道立天去了 也有啊 其他的天也有 那主要 用道立天 或是在多帥天裡面 也有啊 好 那 所以他這裡指的是佛 沒有 沒有佛的樣子 覺者 就是佛陀 因為佛陀的意思就是 覺者的意思 佛陀的意思就是 覺者的意思 那麼這些聲聞 他 他雖然也可以叫做 覺者 但是 他不是像佛陀這樣 圓滿 圓滿 無上的覺者 不是 所以這幾個是佛陀 有的是什麼 神 放天上帝 天主 天主 和他們的死者 其實就是天神 其實就是天神 世尊是人 不是天上的上帝 就是從教主來講 從教主 各個宗教的教主來講 大概除了道教 道教的教主 一般是指老子 老子 老子也是人來的 老子是中國 在中國成就人 他是人 那麼佛陀也是人 其他的不是 其他的就是 不管是猶太教 基督教 天主教 回教 他的 他的教主 都是神 上帝 那麼或是上帝的死者 比如說穆罕默德 那 耶穌 他不是神 他是神的兒子 或是神的死者 穆罕默德是神的死者 那麼耶穌是神的兒子 那 猶太教 基督教 天主教是從猶太教來 基督教是從天主教來 那麼 回教是後面認為 就他們的差別 其實他們都是以聖經為主的 同一個上帝 他們是同一個上帝 但是差別就是 天主教認為聖母瑪利亞是聖者 他有許多差別 那麼基督教不認為 瑪利亞是聖者 不認為 那麼所以天主教比較有拜聖母瑪利亞 那麼基督教認為 耶穌是神的兒子 他是 他是最主要的 所以基督教主要是拜耶穌 那麼 就是有耶穌為主 當然 上帝是耶和華 他是他的獨生子 那 那回教 那回教主要是以 穆罕默德為主 他是 他認為 認為天使最後 最後啟示的人是穆罕默德 那麼 所以 就以穆罕默德為主要的神 當然還是 還是以上帝為主 就是這個穆罕默德會帶他們到上帝那裡 那 那耶穌為人贖罪 帶他們到上帝那裡 就不太一樣 那 但是這些都是神 就是 上帝是 不是人間的 上帝不是人間的 他是原來就在天上的 跟佛教佛陀 本來就是在人間的 不是在天上的 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他說 是神 梵天 梵天也是創始者 本來就是神 這個是印度教的 佛羅門教的 佛羅門教 基本上有三個神 梵天神 彼斯弩跟師婆 那在佛陀時代 梵天是比較多人信仰的 但現在梵天沒有什麼人信仰 多數都信仰彼斯弩跟師婆神 那麼上帝天主 以他們的使者 這個是指其他的宗教 就基督教 天主教 要回教 那麼大概只有道教 道教是以老子 老子是人間的人 那這個佛教 佛陀是人間的人 那大概其他都是神 天上的神 世尊是人 不是天上的上帝 也沒有冒充上帝的兒子 上帝的兒子是耶穌 那麼這裡說的是冒充 就是說 耶穌說他是上帝的兒子 那中國在大概在明清那個清朝那個時代 那麼有一個叫做洪秀全 他也自稱是上帝的兒子 他說他是耶穌是他哥哥 上帝人家上帝只有一個獨神子 這個是聖經講的話 那麼他說不是上帝有兩個兒子 那麼耶穌是他哥哥 他也是上帝的兒子 所以他叫做太平天國 然後 他是冒充 冒充是 是上帝的兒子 所以基督教也不承認他 那根本就胡說八道 那麼與死者 穆阿默德是上帝的死者 一般來講是說 他是這個 那個 奇事 是穆阿默德是亞當以來 最後接受奇事的人 他是受到這個天使加百列的奇事 據說穆阿默德不認識字 有點像我們的這個 比方六祖不認識字 然後聽到金剛經 那他是受到天使的啟示 變成是這樣的 好 那所以他變成是 最後最值得信賴的死者 穆阿默德 這個是回教的說法 所以 他這裡是在說明 不是天上的上帝 也沒有冒充上帝的兒子 就是以死者向人類說教 這個是佛教跟其他宗教的差別 佛陀就是人 用人 用人 的身份 來跟大家說道理 不是用神 或是神的死者 來跟大家講 或是神的兒子來跟大家講 不是 我代表神來的 不是這樣 所以佛法是人間 覺者的教化 覺者就是佛 那麼來教化 告訴你道理是什麼 不像神教那樣 神教走說經典廢陀 廢陀天啟 那麼新舊約 新約跟舊約 那麼新約是基督教 那麼 我們知道這個馬丁路德 宗教改革之後 才有基督教 那以前是天主教 那以前是天主教 更早是留太教 那 新約跟舊約 是基督教跟天主教 那麼可蘭經這個是回教 回神的啟示 那佛法它並不是神的啟示 佛法是 是覺悟者 人間 它不是神的 它是人的教化 覺者的教化 跟神的啟示不一樣 神的像廢陀經 它也是神的啟示 就廢陀天啟 那麼可蘭經 聖經 那基督教 新約 舊約 這個都是神的啟示 它不一樣 神 天神的啟示 跟覺者的教化 它是不一樣的 其他的宗教都是天神的啟示 那麼對人的啟示 那麼一般來講像印度教也是 就廢陀天啟 廢陀經 印度教是廢陀經 天神的啟示 天是天神 廢陀天啟 所以 天神講的就是真理 天神講的就是真理 那不管是其他的宗教 印度的是廢 印度的是廢陀經 那麼以廢陀經為主 那麼最主要是鋁具廢陀 那麼再來就是 這個 猶太教的 天主教的 是舊約聖經 基督教的是新約聖經 回教的是可蘭經 那像老子的道德經 也不是神的啟示 是人的教化 覺者的教化 大概除了老子的道德經 以佛陀的 佛陀的 佛陀所說的 比如說我們說阿涵經 輾轉傳來的 佛陀說的 跟老子說的 老子也是 不是神的啟示 他就是覺者的教化 那老子到底是不是覺者 我們不知道 但很可能是 那麼 大概 宗教上大概除了 阿涵經是佛陀 覺者的啟示 道德經是老者 覺者的啟示之外 其他都是神的 天神的啟示 或是天神的死者的啟示 都不太一樣 那麼他是真實的人 他不是看不見的神 那麼 那麼 這裡說的 那麼 新舊約可蘭經為神的經驗 這佛出人間的論題 含有無神論的情調 無神論基本上就是 他不是天神 無神論不是說 沒有神 有 有神 那佛教講三界六道 有天啊 有天神鬼神啊 神一般我們叫做天神鬼神 天神跟鬼神 我們都叫做神 道教的神 比較傾向於鬼神 那麼也有天神 也有鬼神 但是比較傾向於鬼神 那麼其他宗教的 比較傾向於天神 基本上是這樣 我們講的神 基本上是鬼神跟天神 那像我們拜的很多什麼 什麼三太子啊 什麼萬應公的啊 什麼一大多 這個很多非常多 那麼很多都是在鬼道裡面的 有才鬼 有才鬼啊 比如說像土地公 土地神 那個其實有才鬼 有福報的鬼 基本上都是有才鬼多 有威德有才鬼 比如說像關公 關公也是鬼道的 但是它是比較有威德 因為它持戒好 某部分的啦 它殺生戒持不好 那 比如說像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就是天神 那多數是鬼神 少數是天神 王母娘娘這個是天神 那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道教的 道教的是以鬼神的多 那少部分的天神 那其他宗教的 基本上都是以天 比如說基督教 天主教 那麼 這個印度教裡面 也有一些鬼神 也蠻多鬼神的 但是還是以天神多 以天神的多 那 我們現在來講 就是可能在不同層次的空間 那有不同層次的天神 那佛陀不是 佛陀是覺者的教化 天神的啟示跟覺者的教化不一樣 這個是佛教跟其他的宗教 那麼神神的啟示就是真理 神不管講什麼話 他講的話就是真理 就好像地方的惡霸說 我說的話就是法律 類似像這樣 沒有法律了嗎 我代表法律 那麼我代表真理 那佛陀不是 佛陀是覺悟到真理跟你講 他覺悟到的真理是什麼 老子也是這樣啊 他告訴你世間 他所看到的現象的真理 背後的真理是什麼 道德經也在講這個東西啊 他告訴你 他告訴你真理是什麼 他也是悟得真理 正得真理的 他並不代表真理 但是他知道什麼是真理 所以他把真理告訴你 所以他是覺者的教化 跟天神的啟示不一樣 所以他說無神論 這個神指的就是 絕對 他們說這些叫做無神論 無神論不是說沒有天神沒有鬼神 不是 而是沒有橫長獨一像犯天 像上帝這種 犯天啊上帝啊 這一種 這一種自然成聖 他一開始就是聖者 沒有天 像上帝 半天都是 沒有天地以前 沒有眾生以前 他就存在 他就是聖者 他一存在就是聖者 佛陀不是 佛陀是由凡夫 然後覺悟真理成為聖者 那他不是一開始就是聖者 那這個 這個是一開始 很常獨一自主的 他自己是絕對的 親近的 福樂的 後面會有說到 沒有這種神 沒有這一種 創造天下 那麼自己獨一的 唯一的真主 唯一的神 沒有 沒有這種神 這個叫做無神 就是沒有指犯天上帝這種獨一 但是有沒有犯天上帝這種神 有 但是沒有他們講的那一種 創造世界 那麼 有絕對的權利 有絕對的權威 講的話都是絕對的真理 這種神 沒有 這種神是不存在的 那 但是有上帝 犯天 出禪天 就犯天啊 怎麼會沒有 有犯天神啊 有犯天神 那上帝其實跟犯天神是一樣的 神格 那有玉皇大帝啊 怎麼會沒有 有道立天主啊 怎麼會沒有 犯天還勤轉法輪呢 怎麼會沒有犯天神 有犯天神 但是這裡的神指的是說 他們自稱是很常 獨一 那麼福樂的喜樂的 親近的 創造世界的 這種神 可以主導一切 決定一切 那你會受苦 你要不要升天 我決定 你會受苦受弱 我決定 你不信我 你下地獄 你信我 如果我的標準 你升天 沒有這種 沒有這種 講的是這種無神論 所以 他說 天上依印度人 與一般神教者的看法 印度就是犯天啊 是什麼 竭竭的 光明的 喜樂的 就是這樣 那其實天神也會死 天神也有不懂的 就是犯天也有他不懂的 所以 所以有一些比丘 去問犯天 一些道理 那犯天也不懂 說 有佛在你不問 你來問我 那基本上就是 就是說 但是他自己 因為犯天慢心比較強 他不要表現他不懂 所以 這裡 這裡說到 人間 卻充滿了罪惡 黑暗 與痛苦 跟犯天 天上禁節 光明跟喜樂不一樣 那麼就有個比較 那但是也不是 是這樣子 天上當然是 比較好 但不是 天神 一直都是這樣 沒辦法 天神也會死 上帝也會犯人做 上帝都會犯人做 但是時間很長就是了 而且每一個世界 都有每一個世界的犯天 像說婆世界裡面大概 應該就有 因為一個小世界就有一個犯天 那三千大千世界就有十億個犯天 有十億個犯天 所以你只要做到相當的業 你也可以成為犯天 甚至成為犯天王 善業多就可以 那要非常大的慈悲 還要有定 升到犯天 基本要三種業 第一個 你要有很大的慈悲 叫做博安 慈悲要很大 慈性要很廣 不是那個在家庭裡面 照顧家人那一種 也不是照顧鄉里那一種 也不是照顧你的民族 照顧你的國家那一種 而是照顧所有的人那一種 那一種心 這還叫做很大的慈悲心 如果你只是照顧 照顧你一家人 照顧你自己是最小的 照顧那個就不叫做慈性了 照顧你的家人 那個是再大一點 照顧你這一族人 那個又大一點 照顧你整個國家的人 照顧整個世界的人 照顧所有的人 那不一樣 那麼你要升犯天 必須要有照顧所有人的心 這是第一個 慈性要很廣大 就是要叫做博安 第二個要有禮武裕的心 你不可能懶著在武裕上 懶著在武裕上 懶著在武裕上 因為犯天是社界天 你懶著武裕 你上不了社界天 你只能在御界天 第三個一定要有禪定 沒有禪定生不了社界天 至少要出禪 出禪 那二禪就生二禪天 所以你要有專注的祈禱 就是要信要很專注 而且你不能染著武裕 你如果懶著武裕 色身相會出 那你生不了犯天 你上不了上帝那裡去 那也一樣 就有一點像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 得生畢國一樣 那你少了慈心 少一點 那你少了清淨心 就是懶著武裕 你有懶著武裕的心 那沒有 所以犯是禁 清淨 那麼离欲清淨 那麼你有無欲的心 你沒有清淨的心 你沒有廣大的慈悲心 你沒有專注的心 你生不了犯天 雖然你信上帝 生不了犯天 這個叫犯恨 要生犯的行為 那你不知道 你以為信上帝 你就可以生犯天 沒有 那好像我們要往生基督世界也一樣 那什麼叫做善根福德因緣 你不具足 你認為 我就發言要去就能去 不是這樣子的 好 那麼這裡說到 世尊從佛出人間 人生難得的見定 第一個佛就在人間 第二個 人生是難得 所以做人是不容易的 升天也不容易 升天只是一死的不容易 那做人 他有三種殊勝 意念勝 犯人勝 永本勝 他比較有助於休息 天上我們剛才說過 他是福報比較大 他有四種慎 如果是欲介天就是三種 身體 比較殊勝 高大 而且沒有老病 沒有老 他只有症 沒有老沒有病 那麼環境很殊勝 那麼福報殊勝 就是福報殊勝 那壽命場 大概就這三種 他的身體比較強壯 他沒有老跟病 他有死 但是沒有老跟病 他只有衰下 那麼身體很高大 那麼比較 比較殊勝 那壽命很長 我們是一百年就算長壽了 政府就發獎金給你了 他們是一百年是妖獸 他們也不會妖獸 他們沒有半途妖獸 活到壽命近 那麼動不動就是一千年以上 那這個另外一個就是福報大 十一得一 住著宮殿 受用的都比較好 那麼如果色界天還多一個 就是定 定殊勝 心不散亂 那玉界天五一 他是散亂的 他是散心的 那色界天他就定心 那麼如果 如果合起來看就是 成果之道有說嘛 身勝 受勝 那麼這個福報 福報熱勝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定 但是定只有色界天才有 玉界天也沒有定 玉界天最多只有味道定 那這個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把這一段說完就好 把這裡講完 那麼所以他以人生難得的見地 否認他 所以理智的正覺 解脫的自由 在人間不在天上 所以說 人間於天 則是散處 這個是 剛才我們說 等見品裡面 人間於天 則是散處 所以天子 有一些天子要死 那麼 都會鼓勵到 升到人間有正見家 但是這個也是 佛教徒 或是說比較知道的 才會這樣鼓勵 其他的天也不一定 不一定 因為升天的不都是佛教徒 不都是佛教徒 但是佛教是比較正確的 而且 對於你未來是比較好的 那麼這個是確定的 好 那麼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講到人間於天則是散處 好 那麼人間反成為天神仰望的樂度 就講到這裡 大家合展迴向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不及一切 不及一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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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